雨晨 大家要準備好你的尖叫聲跟相機了嗎 準備好了 Are you ready now? 好了 好了 OK 等一下我們要怎麼喊 叫薯芳芳出來 我們叫他區名好不好 區名 還是叫家明 叫家明 叫家明 叫家明好了好不好 叫土田 因為在台南嘛 好來喔 三位一起來喊家明標題 來 我們要歡迎誰呢 歡迎家明 家明 家明 大聲一點 家明 家明 熱情掌聲歡迎 家明 Jimmy 許光翰 以及阿薇 李冠毅 歡迎兩位 嗨 先跟現場所有的朋友們大聲招呼 雙先歡迎是許光翰 嗨 我是光翰 那謝謝大家今天來看電影 謝謝 謝謝 謝謝許光翰 再來比光翰 大家晚安 我是光翰 嗨 嗨 剛剛大家一起看完了這部電影 一定是肝腸存斷 有什麼話想要先對大家說一下 先撫慰一下大家受傷的事 撫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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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你示範一下怎麼撫慰 可以嗎 麻煩你了 撫慰一下大家的事 撫慰一下 大家覺得好看嗎 好看 有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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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叫Jimmy的嗎 這是有什麼觀念 想說 換個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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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氣氛 好 有浮味道嗎 有 但沒有 來 關一 大家還好嗎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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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人的節奏好妙喔 今天現在那個雙女人的節奏超妙的 來 我們來聊親緣國夜好了 可愛的女生 水瓶座的女生 這次合作感覺如何 因為你們兩位都有跟女主角親緣國夜一起搭照戲 對她有留下印象很深刻的地方 覺得 國夜小姐 國夜小姐 她其實非常非常的年輕 但她又有一個很成熟的靈魂 所以 跟她不管是 當然她是一個非常專業的演員 然後她的演技 大家都應該都有看清楚 但我覺得她私下 她其實是非常可愛的 所以 私底下我們也會就是 可能偶爾她會教我一些日本 然後她 我也會教她一些中文 然後分享彼此 喜歡聽的音樂 或者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她其實是一個 既年輕可愛 但其實帶著一個 成熟性的 嗯 可愛的女生 那一句 送啦 是即興 還是台詞上就寫 要你交叉台語送嗎 送啦其實是 導演會想說 如果你在 在騎車吹風的時候 會想像什麼 會想像什麼 騎車吹風的時候 會想說 那時候是想說 感覺很舒服 感覺很舒服 就感覺有點奇怪 哈哈哈哈 感覺很舒服 感覺很舒服 好像有點怪怪的 這樣子 所以我就想說 那還是 就一個字簡單一點 就是 送 這樣 送啦 送啦 裡面常常說送啦 那種感覺 送啦 所以是討論出來的結果 對對對 酷耶 那你跟幸運 果宴小姐 都做感覺如何 果宴小姐 跟果宴小姐 你配合度真的很高耶 你怪異 你根本就是邪心啊 他很 很 平易近人 就是 工作很認真 之餘 休息的時候 其實相處都 我覺得 就是沒有什麼 距離感 雖然說語言上 會有一些 就是 就沒有辦法溝通 但是 透過一些比手畫腳 或者是 有時候真的太難去翻譯 就是簡單的 聊聊天什麼的 嗯 蠻舒服的 很難忘的回憶 舒服 舒服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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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服的感覺 舒服的感覺 其實剛剛認真看了 這部電影 有很多很浪漫的 樂會場景 然後看電影 啊 放天燈啊 還有看夜景 其實我看的電影 我注意到 沒有一場戲 你脖子非常濕 在看夜景的那一場戲 看很仔細耶 我在大國並看的 我說 奇怪 為什麼不是這麼濕 是看夜景那一場戲 這現場很熱 還是你特別設計 請大家幫你再噴水 才能符合到Jimmy 當時很忐忑 興奮緊張的心情 那個是 可能導演 真的很熱 沒有啦 當時其實是滿 涼爽舒服的 對 所以導演 導演就會想說 但那個感覺好像是要有一點 年輕青春的感覺 所以他就說 希望可以加一點 汗水 讓整體有一個這樣的氛圍 因為其實我覺得導演 在現場還蠻講究氛圍感 他很多 跟演員討論的時候 他都會用氛圍感去形容 就是我現在想要一個 什麼樣的感覺 那這對我來講 其實是非常有趣的 那我也非常喜歡 因為我覺得 一個演員一個 形容詞去想像 我覺得那是一個 很好的狀態 然後你也可以很舒服的 自己 發揮這樣子 所以真的沒有看錯 那個是導演設計 要你破片 就是有他的感覺 喔 是這樣的意思 欸其實剛剛看了很多 有感覺到 有被打到 突然心動 有一句台詞 相信大家印象都很深刻 就是 我能擁有夢想 都是因為你 不知道有沒有這個機會 在今天現場 聽到 許先生 林家銘 很柔情 溫柔的 對所有的漢堡們說出 這句台詞呢 日文嗎 中文版本 first thank you are you ready now 3 2 1 我能 真的是 我能擁有夢想 都是因為你們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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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個笑聲也是很像很鮮的角色欸 原外那種壞的原外 再來 日文版 are you ready now are you ready now are you ready now not yet 你也鼻子 哈哈哈哈 對不起 sorry すみません 3 2 我 我 有夢想的 是 彼女的感覺 所以 嗯 啊 啊 書嗎 再來 希望是有標準嗎 有點 有點 久沒有講 再來 台語版有沒有那個 哈哈哈哈 我不要 不要 不要 要啦齁 其實聽說有一場七七摩摩托車 拍了九個小時 還曬傷了對不對 嗯 有嗎 一點點而已啊 就是 piece of the cap 對啊 不算很嚴重的一件事情 對對對 拍戲 多多熟熟一定會 那你覺得這不是最大的魔王是哪一部分 最大的魔王 嗯 嗯 就是要全是18歲 哈哈 可是 無為何啊 我覺得你18歲的狀態是全是得很好 你有沒有用心在專研18歲的狀態 就是 會想說 看 還有什麼 新的年輕人的狀態 來符合 Jimmy 這個角色 嗯 所以當初在想的時候 就會想說 啊 之前雖然有演過 相同的 可能年輕人啊 或者高中生啊 但這次又要全是一個不一樣的 那要 用什麼 方式 或是 給大家又看到 哪一個 稍微不同一樣的影片這樣子 嗯 當然我覺得日文也蠻難的啦 嗯 因為我覺得在跟 在裡面有非常多優秀的 日本演員 啊 我覺得我會希望 至少他們在 在對戲起來 不要覺得會影響到他們的表演 或者是什麼 對 所以就會想說 哇 至少自己 誰 states 林부터 那至少 讓自己 把日文都能夠 自然的每個 說出來 嗯 然後本尼想到對方 這是我的 至少我的基本標準 嗯 你跟那個日本演員合作 你那時候的心裡面最緊張 買緊張 Apple 都蠻緊張 真的喔 你會怕啊 會啊 我會怕 會.. 當然會 所以更加認真地捉摸在自己的角色狀態中 對 就是 想說 要好好這個 你做得很好啊 做得好不好 演的好不好 好 好 要分開了啦 我跟你講 其實我覺得 我也蠻血腥的 裡面看到一場戲 他們去全美戲院看電影 那個女主角阿咪想要買爆米花 你就說 我來 所以你會 約會的時候 你會堅持男生要浮現這件事情嗎 還是你覺得夠大學 你是什麼樣的觀念 兩位都要講一下 這很難嗎 要我跳過是很難的嗎 關於你怎麼說 我覺得是這樣啦 就是 要看 要看心情 嗎 定形成 就是 現在就是 男生女生我們就是公平了 就是 我們是 平權 所以 有時候 GODOTCH可以 然後 多數的時候讓男生 富 也是沒問題的 這個是你最棒的German 你還不謝謝人家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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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出演 沒有 我覺得他說得很 對 說得很道理 因為我覺得就是 有時候是看氛圍 因為我覺得 現在 女生我覺得也 自己也其實也非常有能力 或是 經濟能力 他們也會想要 多付出一點 所以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好的 彼此的習慣 不要讓任何一方多付 我覺得都是好的 但我覺得是 今天是 我覺得 我現在要對你好 氛圍很好 然後我覺得 好 那我來 我來 我來 就在一起之後 就換女方出錢 對 那如果女方 你一直覺得受歡迎 就是你出錢 那我覺得 這樣子好像也不太OK 這樣 對 了解 接下來的時間 交給現場所有專業的影迷們 來提問 前三集 提問的 朋友 會有 簽名海報 是不是 還是海報 對 簽名 沒有簽名 哈哈 海報而已 對不起 因為我打嘴巴 對不起 其實海報而已 好 sorry 我幫你簽 好吧 第一題 先瞭取 倒數三個一 再舉手 請許光和先生 來選一位 幸運兒 好 首先放下 縣長倒數 還是你想要倒數一下 沒關係 你倒數就好了 但我有事就 再跟你就好了 縣長倒數 3 2 1 許光 那個 那個閃亮的牌子 實在是有點要的 哦 有那個 藍色 銀色的那一位 哇 這女生跑好快哦 是白禮堅強跑 是有 是有 可以參加比賽 對啊 還在練跑耶 還桌梯耶 很強耶 而且長得像謝忻穎耶 好 來來 可以聽到我說話嗎 可以啊 好大聲哦 如果聽不到 完全有點可怕 對 很多 就是在電影裡面有很多青春元素的表達 比如說五月甜蜜貝或者說灌籃高手 或者說就是打電動 那我想問這些是編劇的創意還是說在拍戲的時候有說大家主演或者說公漢有說咱們往這裡面加一些這些熱素 好收到你的提問非常專業謝謝你請坐下感謝 來請回答 好像意志節目 我選第一口 對 對 三句吧 其實全部都是 導演的想法 對 導演 覺得好像在青春裡面 但我覺得這也是我的想法 因為我的青春裡面真的有快樂高手 然後真的 有快樂高手 快樂高手 就是像我跟觀音在念碗 對啊 所以我覺得 就是導演的想法 但也都 剛好 符合我們自己的想法 這樣子 台南功成良天 對啊 我是 有回答當的問題哦 謝謝你來欣賞 繼續多刷三刷 3月14日全台上映 謝謝 再來第二題 李冠藝 謝謝你會 首先放下 來欣賞倒數 3 2 1 李冠藝先生 選一位 左邊那個 白 舉白色 哦 舉許光漢 我愛你的那個哦 哈哈哈哈 對 啊不是誰李冠藝哦 是許光漢 是他嗎 是是是 頭上來的三角 那很可愛 那是兔子嗎 好我們讓這個白米尖江再跑過去 好 請請提溫 他害羞了 還要走 沒有感覺到 對 我想問許光漢 就是電影中 裡面有很多美食 可以買給我嗎 哈哈哈哈 不是我沒有錢 是因為你買的比較甜 好會腰哦 Amazing 這樣 這樣 然後 回答 這樣 好 歡迎你買啦 你有沒有錢 有啦 台南剛進到裡面 你們在選那個那個 跟我們的團隊講 對 我們在 之後再看 哈哈哈哈 對 白糖粿 白糖粿 欸 白糖粿 聽說你買給親緣果葉 小姐的就是白糖粿 對吧 果葉聽起來好像 什麼 國中飲料還是什麼 對 你是買給他白糖粿 但是 人家最愛吃的是 就是 欸我記得好像那個時候 然後 那個 因為我們的那個 製片主也很貼心 他就會買不同的 像說台南的美食 或者是 一些 那種宵夜會蠻不一樣的 所以 我就有說 白糖粿真的蠻好吃的 但他 好像是最喜歡吃蛋餅 對 會打仗 不會啊 都很好 對 多重選擇 台南 台南真的好多好吃的 有回答到的問題嗎 我們不會買哦 哈哈哈哈 叫工作人員買啊 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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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盡量啦 能做到哪裡 謝謝你 謝謝 再來第三題 首先放下 來 3 2 1 請舉手 繼續回到尋 王漢傑 選一個男生好不好 好 他是 哪一個 有兩個男生欸 有兩個猜拳可以嗎 可以嗎 好嚴格喔 不行就不行 因為我實在全部出來 好 你們兩位 謝謝 太好人了 我實在都不忙 哇塞 為了你大廝殺欸 你贏了 好啦抱歉 第三排那個 對不起 恭喜 呃我沒有問題 但是 不行那就換他 換他 今天是我跟我女友的四周年交往 今天是可以祝他 祝他祝他祝你快樂嗎 還是可以跟他拍照嗎 喔不行 哈哈哈哈 從18歲開始在一起了 喔18歲 對 從我們是看了想見你之後 才開始想 他很喜歡你 他超級喜歡你 哇 謝謝謝謝謝謝 哇 再來看這個 在那邊 怎麼 所以他沒坐你旁邊喔 不不不 因為我們沒有請到票 啊 啊 女朋友在 啊 啊 啊 有很子女欸 哇塞對啊 好遠喔 哈哈 這什麼意思啊 那就祝你們四周年快樂 謝謝 好辛苦啊看兩邊 好囉 祝福囉 那要不要換一下第三 第三排那個 有點可惜 這也是男士 現場比較多 比較少男士 那要提問一下 那一樣言簡易改 我從剛剛在行光 就想問問題 就是呢 我現在也是高中的時候 我跟朋友時常也會有 感情的問題 啊像是可能愛而不得啊 或者是什麼 因為感情 而晚上很emo 有什麼 有什麼方法可以 有什麼方法可以 舒緩 就是 就是難過的感覺 然後還有安慰同 還有安慰朋友 這樣子 喔有些失戀 就是這樣 哇 那我只能說 可能帶她來看這部電影 對啊 就是 嗯 就是 在這個 在這個 成長的過程當中 難免都會有 遺謀的時候 對 那就是 有時候 就是 出去一個人走一走 甚至還不 也許會有不同的觀點 會還這一些遺謀 對啊 因為 我覺得活在當下比較重要 就是 當下的 moment 對啊 之後 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 這樣子 嗯 謝謝 不會 謝謝 有療癒到 對啊 多看你幾次這個電影 前療癒 對啊 這是一個自我療癒的電影 所以可以推薦你的朋友看 對 因為是你演的特別療癒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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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現場那麼多相機 要幫我們左右掃視一下好不好 左邊療癒 左邊療癒 中間療癒 中間療癒 右邊療癒 好謝謝 好一下 下一位下一位 首先放下 向我們到處 3 2 1 來 最後一題囉 我們選一個中間的 中間的好 哪一位呢 中間的兩位 一個白色衣服 一個 讓他們猜拳是不是 好 中間那兩位 這是你們手放在一起 然後猜拳 對 延續你的那個態度 猜拳 剪刀 石頭 不 好 右邊那影了 好 來 請提問 一樣快很準的提問 謝謝 我想要請問那個 光翰 電影裡面最喜歡哪一個部分 讓你最印象深刻 嗯 對 謝謝 其實因為 在拍這部電影的時候 就真的 很像在生活 就對我自己來講 所以可能每一幕 我都非常非常的 喜歡 因為我覺得我好像跟 就是局面一起 經歷了 這個旅程 但我覺得如果要說 真的很特別的 就是 真的是跟那個 那個 報紙俊佑 那一part 因為就是 大家在底下跟我說 拜拜 我們就是真的拜拜 就是 我們旁邊有一台攝影機 在拍這邊 然後車上有一台在拍這邊 然後 我們開走了 就是真的開走了 所以我覺得那段 蠻特別的 就是真的很真實的 拍攝 印象非常深刻 嗯 謝謝 感謝您 感謝您 最後一點時間 還是要簡單一兩句話 推薦一下 非嘆部的原因 因為3月14日 全開教訓上映了 我歡迎你先 呃 如果你們看完這部片 有點啟發 然後你們很喜歡 記得 14號上映的時候 又再來看喔 然後帶朋友一起來 謝謝 謝謝 來佳明 來佳明 謝謝 這是一部 呃 看似純愛的電影 但我覺得它其實是有一個 大人的靈魂在裡面 然後我覺得 我相信 每一個人 心中都會有 屬於自己青春的 時光 那一部分 那你可能現在 因為不管是工作 或者是 學業 而成長 然後會 磨滅掉一些這個東西 那我覺得這部電影 其實就是 會 帶給你們 再次 有青春時光的感覺 然後希望 你們每一個人都可以 帶著 青春的心去展開 新的旅程 這樣子 謝謝 嗯 徹底回春的一部好電影 最後 我們拿一張大合照好嗎 還好是嗎